我们重新补充了我们这个95式机枪的子弹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来挑战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 叫做超难支银行抢劫任务接送 我们之前给大家试验过 这个非常非常难 我已确认这家银行的地下室金库装有大量现金 但是那里有很多特警把守 你要小心外面的增援 所以一定要抢得越快越好 从我身后进去 然后进入服务台的门后面 有个金库通道 走进去就可以看到金库了 任务可重复挑战 任务每900秒刷新 但是特警刷新的很快 所以抢完要赶紧走 走 我们现在这把剑是非常厉害的 伤害接近200 金库在这 我们之前经常搞不懂 下来之后怎么才能拿到这个钱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你要像对付一个坏人一样 怪物一样来打这个箱子 它是有寿命的 有血槽的 看到没有 866血 881血 886血 也就是说你拿剑就打它 一次伤害100多 打那个武器 这个钱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来的 特警都在这个位置 我们找一个角落 卡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好来打他们 最好找一个带有掩体的地方 这个特警倒不是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血都不是很长 然后我就跑 你看 你打不着我 你看 你过了一下就行了 这个失误在哪 是大家知道吗 这个主要失误在 我的这个 枪啊 换的有点太慢了 咱们再来一次啊 你相信我肯定行的啊 看我这四号枪 咱们还是先用咱们的剑啊 先使用近战啊 来打他们 然后呢 还是卡那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下一次呢 还可以拿出一个这个血槽增强药水啊 先来加一点血 也是可以的 好 死 还有吗 来了 我就不跟你远战 我告诉你 来吧 来 来 来 还有吗 你只要不跟他远战 这把剑一下就是一个人 没有了吧 让你们横 啊 看这儿又特警啊 现在这儿还有几个 一二三 三个 四个 四个 我们还是要卡一个位置啊 先打一个把它引过来 来 又死了 又死了 我的天呐 哈哈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我们 没有那个 这个血量增加药水了 但是我打死之后的人呢 他应该就不会再生成了 我猜 下去再看一眼 你看嘛 对吧 不会再生成了 我就在这儿猫着就行了 你来啊 好 搞定你 还有 还有一个 在我的世界 卡位是很重要的啊 看看 他们的枪掉的是什么呀 我们先去把这个金库的这个保险箱先拿到啊 然后再说其他的吧 没有人了吧 最后两个啊 这好整 看好啊 你看他 我都看不着他 他打得我在原地根本就无法反听 你说这还行啊 这得试多少遍才能把他们干掉 还剩大概三个啊 希望不要去刷新出新的 然后我的这个甲呀 也已经耗损的很严重了 我们之后还得花钱去修复我们的这个装甲 这也是很坑爹的啊 这把剑正好用啊 一刀一个 只是 还有吗 最后一个了啊 你搞定 来我们来拿这个箱 一个 看全是钱 看到没有 爽不爽 爽不爽 就说爽不爽 还有两个啊 全把它打掉 打完就得赶紧跑啊 看这钱 爽啊 搞定你 这人刷的还真是快啊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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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有的钱全部拿到 这边还有 离开咯 顺利完成这个超级难题的任务 我们从这个小楼梯上就顿走了 顿走了 非攻击 谁在打我 谁在打我 这你们就作弊了啊 这帮家伙